保证你没见过的新奇特物件 见过两件算我输 第十名 这个小东西就有点高科技了 它是一个不用墨水的标签打印机 只需要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就可以轻松编辑各种想要的打印内容 搭配热敏标签 直接贴在物体表面 不仅防油防水 而且撕下来还不留痕迹 平时给东西做标记分类备用都能用得到 真的太方便了 第九名 你见过这么小巧方便的手拉车吗 伸缩拉杆承重力强 自带拉绳 平时买菜接水出远门 有了它方便多了 折叠收纳不占空间 第八名 以后别再买五号电池了 用这种绿色电池就行 容量大 USB的设计 没电了咱就充 插在手机充电器上就行 带过充保护 节能环保还省钱 第七名 有没有人家里也是这种有两个插孔 却只能用一个 我现在用的这个魔方插座 插孔是分布在四个面 用的时候插头不会挤在一起 或者遮挡到旁边的插口 避免了插口浪费的情况 它还带有三个USB插口 就算没有充电头 也能给手机充电 千万别看价格 我怕你买太多 第六名 我觉得发明这个东西的人 一定很懂生活 床垫太重了 每次铺床都特别费劲 把它插到床垫下面 床垫就被抬高了 这样再铺床单 床垫都特别轻松 不会压到手了 还可以直接用它来整理床单 有了这个不用再累的满头大汗了 非常实用 第五名 这个小东西教育读放大器 父母年纪大了 很多小字都看不清 用这个他能把字体放大 不管是读书看报 还是药盒上的说明书 他都能看得很清晰 在光线不好的环境下 可以打开这个LED灯 轻便小巧可以随身戴上 非常不错 第四名 这个东西有人见过吗 应该很少吧 第三名 床单拉院坏了 不要这样去修 只需要用这样的夹子 想要多少钮扣 就给他加上多少 操作简单 就这样轻轻松松的修复好了 有需要的衣服鞋子 都可以给他安排上 第二名 家里有门的 一定要装这个小恶魔出门提醒器 撕开背胶往上一贴 固定好身体 挂个钥匙啥的都可以 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出门时 请带好钥匙 手机 关好煤气 啊 煤气 第一名 中国人是真聪明 超薄的设计 粘在手机上 需要的时候打开 它就是一个支架 横着竖着都可以 科技感十足 听说这个东西 都出口到国外了